避電汽油的話就沒有後面這個係數 就只有前面GW 避電汽油主要是要防止起泡 那齒輪油的話它還是可能會有一點點 齒輪油的係數會比較醜一點點 所以它不能用機油 這個千萬不能用機油 大家好,我是小魚 那我今天來介紹個東西 就是很多人看過我介紹的機油 齒輪油啦 那齒輪油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一般的人的話 換的都會是一些比較普通的齒輪油 像我自己的店就有在送齒輪油這些東西 齒輪油也是有分等級有好換 那當然會造成的射傷度啊 一些的相關 我們也是會更換一些好的齒輪油 去做一些比賽用啊 或者是什麼跑啊要用的 差異 這種呢要細微的感受 你才會有感覺 感覺到齒輪的轉動這些的 體感上比較明顯的話 那大概是機油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換個齒輪油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換之前大概是這樣 好 齒輪油換完了 我就會拿出我常常使用的一罐 齒輪油 派克龍 這個 齒輪油比較特殊啊 通常齒輪油我們會講叫做 KIKO 牙膏 大家都喜歡講牙膏 這個派克龍呢 他的齒輪油比較特別 他就是一次都是賣這個 一大桶 加這個派克龍的齒輪油呢很特別 還要去買他的工具 才能用 齁 他會有一個 像真童似的 被注射啦 趕快一樣注射啦 就自己要在那邊算 吸吸素再賣 一吸吸好像 三塊錢好像 三塊錢好像 我記得 一吸吸好像三塊錢左右啦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加一次大概在 兩三百塊 那他的齒輪油的部分呢 他的齒輪油的係數是 比較特別的 大家看一下齁 他的齒輪油係數呢 是75W90 正常 正常齒輪油的係數 因為原廠的齒輪油的係數呢 大概是在 85W140 那他這個是 75W90 所以他的齒輪油會比較 稀一點點 可是他的就是 潤滑度會比較好 高階的齒輪油就是這樣 黏稠度會比較稀 可是他潤滑度跟他的 整個順暢度會比較好 那這就是齒輪油 在做一些齒輪箱裡面的 潤滑啊 跟他的防止起泡啊 這部分的 跟避震器有一樣啊 避震器油的話 就沒有後面這個係數 就只有前面GW 避震器油主要是 要防止起泡 那齒輪油的話 他還是可能會有一點點啊 齒輪油的係數 會比較稠一點點喔 所以他不能用基油 這個千萬不能用基油 他就是要抽 我們現在抽給大家看 然後呢 然後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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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就加完了 其實 轉動起來呢 就是會比較順一點點 說真的啦 你用手轉這些的話 感應起來 就 不是很準 卡鉗有可能 做動不順會搖一些的 這種東西呢 油就是一個 跟我們人喝水一樣 是一個保養品的東西 講簡單一點就是 用好的東西 是可以讓你的 什麼 培鈴啊 或者是齒輪啊 還有引擎啊 等等的 都會 壽命比較長一點點 會比較好一點點 保護比較好 那這就是 所謂的油 那派克龍也有出這個基油 那這個呢 10打就是40的基油 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瓶 在他們派克龍裡面呢 是最普通 最便宜的基油 可是呢 在我店裡 一價位已經是 算是 蠻高的啦 那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派克龍 本身是做 比賽的品牌 然後一些超跑啊 一些 相關的 基油 他們的 基油的等級 算是蠻高的 有蠻多種 我們有看過他們的官網 國外都有那些官網 他們都會有一些測試 他們不是 專程的 只有把一些 添加劑加進去 然後做 混合一些 那這個品牌呢 是義大利原裝的 然後 在台灣進口這邊呢 他們也不做分裝 他們就是做原裝的進口 一些 基油的使用啊 然後 品種整齊 那價位是比較貴一點點 我店裡那隻 14時的價位 大約在900塊左右 所以 有些人會覺得可能很貴 有些人會覺得 反正對車子好 都可以加 那這種東西呢 就是看大家 那 價位的話我覺得是 因為它主要是進口 進口當然會貴一點啊 那它一些 齒輪油啊 變速箱啊 他們在 都會有測試 所以他們官方網站呢 都會有一些 油品的介紹 一些油品的項目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適合什麼油 然後 想用什麼油 想要怎樣 我大部分都使用他們家的 齒輪油啦 齁 那齒輪油的部分 就是想說 對於我齒輪箱 可以比較好一點啊 然後順暢一點點 還是有一些 一般的油 那就是看大家 喜歡用什麼油 就用什麼油 那大致上這樣 那今天 只是 簡易的 給大家 介紹一下一些 齒輪油啊 機油啊 品牌很多種 找你喜歡的 找你覺得 最適合的 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這個 意大利原裝的油 大家就可以 有機會 可以試看看 還不錯喔 那今天影片先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小鈴鐺 掰掰